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学习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讲道的方式叫做解经师讲道 Expository Fishing 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对这个解经师讲道最推崇的就是神保罗牧师 他也把他一生对这个解经师讲道的心得写了一本书叫解经师讲道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买这本书 非常值得买了一本书 那么在北美的教会里面 这个Robinson 他过去在这个东部GudenConville做教授 也是非常地推崇这个解经师讲道 那么究竟解经师讲道它的优点在哪里 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么解经师讲道 那么解经师讲道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上次所讲的经文师讲道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那首先我们先要看经文师的讲道 Textual Sermon 经文师的讲道 它的经文的范围通常几节圣经 一节最多最多到两节 但解经师讲道呢 它的范围呢 可以是一大段的经文 通常最少三节圣经以上 两三节圣经 那第一 经文师跟解经师 他们的经文的范围 他们的scope 不一样 解经师讲道是整大段经文 那么第二个最重要不同的地方 就是 无论是经文师或解经师 我们都基本上是 有一个类等的地方 就是它的主题 它的main theme 那还记得经文师 我们怎么找出它的这个主题 还记得吗 是要从这两节经文 或者是一节经文里面 去找出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然后在这个中心思想里面 在重结两三两节的经文里面 找出它的分题 但每一个分题 都是跟这个中心思想是关联的 比如说我们 上次教大家回去 做这个作业的 我不晓得 只有好像校校 有叫这个作业 就是在这个 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 好 二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三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好 一同来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实价 来跟从我 那么从这节圣经 它的中心的思想 重点是什么 从经文师的角度来分析 很明显 做门徒 对不对 讲到门徒 所以 你可以定一个大题目 就是 做门徒 或者做门徒的真意 真正的意义 the true meaning 做门徒的真意 所以从 节节经文里面 第一 你第一个分题可以怎么定 你就提到什么 因为这里提到什么 要跟从 看到吗 第一个动词 所以 你的分题 这个分题应该是定 门徒的什么 跟从 那你就要说明 这个跟从是什么意思 就知道 我们不再跟从这个世界 就像保罗所说 做我原论 世界已经定在石架上 不再跟从这个世界 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 我们世上 每人都是跟着这个世界 跟着这个潮流 为着这个世界 但是 但是做一个门徒 他的跟从 门徒的跟从 不一样 第二 你发现 第二个分题应该是什么 看到第一个动词了吗 当舍己 所以你第二个分题 就是什么 门徒的舍己 那你就可以去develop 去发展 先定义这个舍己 是什么意思 原文是self-denial 那么 什么self 要被 舍去 被拒绝 甚至定死 那你就会引用到 罗马书第六章 第六节 老我最幸的定死 舍去 然后 第二方面 你会发展到 对世界的 这个 舍去 第三 甚至可以发展到 这个 对 自我自义的舍去 很多 the self-righteousness 可以舍去 所以这是第二个分题 门徒的什么 舍己 第三 这里提到什么 门徒的什么 悲食家 所以同样的 你要先定义 什么叫悲食家 悲食家 第一 包括高举 耶稣的 食家的救恩 一生就是要传扬 他的福音 你高举的不是 哲学不是高举你的 意向 高举的是食家 第二 被食家 高举食家 也代表什么 高举耶稣 荣耀耶稣 让 耶稣的这荣耀 不是 你的事工 你的名字 都这荣耀 要做多大的教会 自己就得荣耀 所以你发现 这是典型的经文师 他的中心 是做门徒 做门徒的正义 然后你的 门徒的跟从 门徒的舍己 第三 门徒的什么 被食家 你发现 每一个分题 都是什么 跟他的中心思想 这个主题什么 不能分开的 等于说 你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在中间 你是透过不同的面 来看这个中心 就叫 multi facet 你不能说 第一个分题 讲门徒的 这个 跟从 然后第二个分题 你就讲 这个 食家 的意义 不能讲分 你要 consistent 在不同的面 抓住同一个中心思想 那食家的意义 你可以放在分题 下面的小分题 你懂吗 但是你的 这个subtopic 一定要 一定要 以这个的中心 门徒 关联 那这次静闻师 也就是我 常常所说的 一个太太在家里面 煮菜 冰箱 有些什么菜 按照冰箱 所有的 能够把它整理 能够把它整理 能够把一个的 好菜色 端出来 不是好像 道具去挑 到市场去买 你心里所想的 来自按照 你有的 按照这段经文 把它分析 整理 整理出一个 一个主菜 一个主菜 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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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关键呢 我只剩下几分钟 不然等一下 clips时间不够 关键呢 解经是讲道 基本上 也是类似 唯一不同是 它 透过一大段的经文 按照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本章的意义 或者整卷数的意义 去找出它一个 大的中心主题 然后每个中心主题 的分题 它的subtopic 一二三四 同样是配合 这大段经文里面的 中心 main thing 而且是 也是 像经文诗一样 是multi facet 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 你的分题里面的 解释说明 你不是跳到 罗马书 跳到别的经文去 像我们刚才 经文诗讲到 在个分题里面 你可以跳出去 有点用你的 专题式的分析 但是 解经是讲到 基本上是 你每一个的subtopic里面的说明 基本上是 分题的说明 是一个 用阶段经文的解说 来做它的分题 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看马德福音28章 解释我们非常清楚的大使命 我们一同来读 马德福音28章 我们读到18节 大声一点 报门徒18章 好 28章 18节 一同来 耶稣进行来 对他们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 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好 那你发现 这里有三节圣经 我们要用解经式的方式 来处理 很明显 这个主题是什么 main theme 我们可以称它为 传福音 也可以称它什么 大使命 然后我们就一般 把这段经文的中心 定为 Good Commission 大使命 好 我们就用大使命 做它的中心 大使命 所以这里湾区 有个大使命中心 很好 我们找出到了分题 第一 你发现 大使命 的什么 耶稣 要他们说什么 去 使万民做门徒 所以 解释一个 命令 大使命的 command the big commission command 这是个command 好 那理咒 说明这个命令的意思 第二 耶稣 敬前来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提到什么 权柄 大使命的权柄 然后理咒进到 接着经文里面 去解释 去解释 什么叫权柄 看到吗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所以发现 对这个分题的大使命的权柄 你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本段经文里面 本节经文里面 来解说 而不是跳到 别的经文里面 去做deduction 做分析 这是解释师的一个重点 第三 提到什么 万民 看到吗 解释大使命的什么 范围 extend 不是单单在 以色列 来自在普世万民 然后你就回到这段经文里面 不特别跑出去 但你可以引用一两间经文来做support 说明这个万民的意思 还是回到这个经文里面 第三 提到什么 做门徒 做门徒 大使命的什么 这个可以说策略 strategy 今天我们都没有抓到 这个大使命的策略 所以常常没有结果 耶稣的大使命要的是什么 是门徒 然后你就 说明这个门徒的意义 什么叫做门徒 什么带门徒 不是单单 让他做了信徒就可以 耶稣要的是门徒 然后你就 定义这个门徒 就引用路加福音十四章 来支持这个门徒的定义 然后 最后提到什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这个大使命的什么 祝福 我们有主的同在 必能得胜 必能够经历 神的保守 祂的丰富 所以 解经是讲到 基本上是 每一个的分题 你不做太多 外面的经文的取材 来建立它的 第一点第二点 基本上就是单单 回到 节节经文 节段经文里面 来做一个解说 所以 弟兄姊妹整个的思想 就是围绕在节经文里面 去做 exposition exposition 解经 解经 每一个的分题 都是回到 节经文里面 去解开 节经文 一个一个的重点 所以 假如你会用 节经是讲到 你的 讲到的内容 会很丰富的 因为 每一段的经文 你都是 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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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经文 圣经就是一个宝库 一段一段的经文 你去往下挖 挖 挖到不同的亮光 然后按着这个主题 把它分裂出来 不是用人的 逻辑 人的思想 来是用圣经 本身的逻辑 圣经本身的思想 所以这就是 解经是讲到的 一个优点 会让人呢 对神的话 深入的认识 然后看到 哇 原来每一段经文 都那么的宝贵 那么多的 有亮光 那么的 有组织 有结构 有生命 就好像我们看到 一棵树叶 每一个树叶 都有它的main theme 看到吗 main name 然后 有它的 小black so bland vein 每一段经文 其实就是一棵叶子 有生命的 你要把这个找出来 然后再把它的分体找出来 然后回到 这段经文里面 一一 来解说它的分体 就是解经是讲到 要抓到解经 这两个重点 这个字 exposition 不是 跑到 起到很远的经文 去做exposition 还是回到 这段经文里面 做一个整体的解经 别的经文 可以引用一两处 来做supporting 但是 整个重点 是在这段经文的解说 这个解经是讲到 好 那我们下礼拜再多点来 举一些例子来讨论 好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 司宏 今天早上很高兴可以和你们分享 神的一句话 在买太福音 第五章 第十三节 这里说到说 你们是世上的言 言若失去味 怎么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 他 见他 在圣经里面 在里面讲的一些事情 说是 形容我们 我们是他的孩子 什么孩子 例如像羊 弟兄 小朋友们 等等 那当耶稣 给我们的一个名单 另外一个名称 叫我们说是言 他在这里提醒了我们 我们有一个机会和一个责任 这是什么呢 是做一个世界上有影响的人 这上面来讲说是 很有趣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遵循着这个八福 在八福 耶稣给每一个世人 在这个王国有一些品质 而且这个品质 是应该存在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王国里面 当我们具备这些 这些特点的时候 我们所 我们所做所为的 在我们周围的 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都会有这个影响力 当我们生活出 活出耶稣基督的标准 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像眼 像光 光是一种外质的质量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是没办法遮影的 但是呢 盐呢 是内置的 OK 所以基督徒想 这个说 所以我们这说基督徒 在光之下呢 是没办法 没办法隐藏起来的 那也可以说是 换句话说 你的见证会显示出来 在你周围的人也会看到 他也并且受到他的感受 受到感动 今天我们更加深想 如果我们被称为盐呢 彼此一节 耶稣使了三项声明 在每一个上帝的孩子 必须考量和理解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一起 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是这世上的盐吗 第一我们现在来描写一下 盐是什么 那盐呢 它是可以维持的 我们一般我们所了解的 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在盐分在我们身体上的百分比呢 是一定的一个百分比 多一点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使你都会生病或吃了 你生死 这盐的影响力 那另外呢 盐呢 也是可以维持生物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 你可以发现到海水的生物 还比上淡水的生物 海水的生物就多 比较 比较更 什么 更丰富 比起在淡水里面的生物里来 那它呢 也本身呢 也是一个防腐剂 对不对 那它 加上它呢 是不会变质的 另外呢 它还可以做调味品 让你吃东西 味道变更 美味 是不是 所以说是 这个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盐 但圣经里面怎么看 我们讲盐是什么呢 在 立位记 第二章 第十三节 你们所讲到说 它里面是讲说 一个象征 是具有 约 约束力的约 这在 立位记 第二章 十三节 第二样呢 是一种的治疗和清洁的帮手 是在 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在 列王纪下 列王纪下 的第二章 第二十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你们所讲到说 他刚讲说 以利撒说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 装盐给我 他们就拿给他 第二十一节 讲到说 他拿出 倒了水源 盐倒在水中 他说 耶和华如此 我治好这水 从此 必不必使人死 也不必 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 这是怎么讲 这个盐也可以做的是什么 有清洁 还有治疗的功能 那第三 盐呢 也可以提位 约伯记 约伯记 第六章 第六节 也讲到 第四点 是一个 预防衰变的 怎么 就是不会 腐坏的 这是在 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 三十四节 到三十五节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 叫他在弦呢 OK 启发和平的 在马可福音 第九章 第五十节 它也是一个 是一个见证 成为激动的 激励我们的 在马太福音 第五章 第十三节 我讲很多经文在这里面 但其实说 在这里面都在形容 言 它有不同 在圣经里 形容不同的功能 或不同的位格 在里面 它是在有 带恩典的证据 那是在 哥罗西书 第四章 第六节 那我们被称为 盐呢 因为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是我们是有 维护维持的能力 因为它是一个 防腐剂嘛 对不对 它插在肉上面 它可以保护它 OK 那我们呢 也是有个 有渗透的能力 也会渗透任何 都可以接触它的东西 你想想看 这些 这些在有 维护 维持的能力 加上渗透的能力 这是做盐的人 然后还也可以做 进化的能力 也具有明显的 清洁的功力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列王记下 你们所讲的 他来用水 用 那时候也 古说也说说 什么列王记 上面也记录说说 在伊萨用盐 洁净在杰利哥的水 在古代的时候 婴儿的时候 就用来洗 强化他的皮肤 这是盐的 有着进化的能力 第四 我们是有能力 令人满意的能力 是什么意思 拿出最好的时候 盐混合 加上任何风味的食 一个食品上面 食物上面 如果不加盐 就没有味道 就不好吃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 令到人家满意的 这个能力 那我们还有 另外一个能力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 尸毒的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盐可以杀得死 这种东西 比如说slug 我中文叫做 盐鱼 是不是 那个 像是蜗牛那种 但是没有壳子 那个东西 那slug 只要碰到盐 它马上就死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盐 对我们的功能是什么 当罪恶碰到我们的时候 它和我们 也可以致死 这罪恶 是这个意思 给我们讲 我们所以有 有 有尸毒的能力 那我们也是有个 唯一 是有个推广的能力 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 吃得太咸的菜了 是不是 我们会食到 我们饥渴 我们会食到 有什么 人来像 所以我们是一个见证 让人来吸引人来 来什么 来喝 来我们来解渴 用 以耶稣的话 帮他解渴 是不是 再下来讲下去 那我们 已经考验 有考验的能力 几乎是 任何接触他的 食品上的 像冰的 接触他的时候 那我们常认为 说是 我们做一个事 被称为 这一个衡量器 而不是个温度计 上帝是可以利用 仪器来实现 改变一个邪恶的世界 当真正 真正的 基督徒 接触到罪恶的 邪恶的世界 他一定会有一些 不同的改变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要 需要确定 我们正在改变 这世界 而不是迎合 这个世界的邪恶 懂我意思吗 我们是平衡着世界 而不是说 这个世界是好 还是坏 而是用我们 用盐的能力 来平衡着世界 来使到说是 来提升着世界 那现在 比如说说 我们需要是 赢得这个世界 我们会赢得更好 如果我们能 言行举止 就像主耶稣一样子 那刚刚是讲说 我们的能力 那其他的 另外一点 我讲的是 有些盈 隐忧 有些东西 我们会怕的事情 会说是什么意思呢 古时候呢 这是在罗马时代的时候 盐呢 是非常有价值 这种东西 那时候呢 罗马时代的时候 是付薪水 付钱给这个 所谓罗马兵的时候 是用盐来 来付钱的 这是当付钱 那个时候 那个字呢 就 拉丁文的 叫Solarian 那也就是 现在我们 英文的字 就是Salary 就是我们中文 这个是薪水 那Solarian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其实说 在美国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说什么 This is where the expression comes from not with his salt 这个是那个 not with his salt 这是什么意思呢 Solarian 就是说是 我付给你钱 其实你不值得的 就是我付给你而已 就是薪水的意思 其实这是原文的意思 你要知道薪水 是什么意思 拿薪水 不是是你 奖赏给你的 而是说 给了你是 你不值得 但是你不值那么多 不过还给你更多而已 这是Salary 这个意思 所以说是 盐 也说 有另外这个意思 盐呢 也可能会失去它的味道 现在的盐 和古兽盐 有点不一样 盐 盐之贤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前的盐呢 是在盐石上面 是挖出来的 它会失去味道的 那失去味道的盐呢 它永远再回不来 不像现在我们所用盐呢 说什么盐呢 那现在我们所用盐的就是 这是矿物质合成的了 那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 钠 什么 绿钠 什么绿钠 或者氧化钠 这是我们现在所谓化学成分 那时候呢 只沿着在 在这个悬崖上面 它挖的 挖出来的一种 那盐石去味道呢 让它做什么用处呢 在罗马时代是 盐石去味道的盐石做什么 就丢在马路上 或什么 在这个行人道上面 就是罗马兵走路上面什么呢 来杀死那些野草啊 但是没有用 只给人 或者是房子什么 穿着他们的时候 穿着都是所谓的sneaker 就是拖鞋 走路的时候 不会沾到泥 但是盐石去味道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只是丢出来 在做给人家采的 当基督徒失去 盐的味道的时候 咸味的时候是什么 这时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在 古时候呢 就发现到 当像盐在远古时代 也会失去 也开始在世界上紧密的关系 联系 当获得更喜欢的世界 是比我们像主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 这种紧要 这种 那种事情 使我们与众不同 让我们宝贵的主 让我们失去 在主的国度里面 做任何工作 我们失去味道的时候 那比如说什么 就像一样的工具 没有用了 就可以丢在一边了 因为你盐是有工具的 刚刚我所讲的 有七八这样的功能 那你失去的功能是什么 就没有给人丢弃了 在这 其实就说 就变成一个 没有用的盐 那当第三样子 我来讲的说 除了隐忧之外 还有说痛恨的命运 当我们失去它 当盐失去的味道 那么拿来干什么呢 刚刚我所讲到了 撒到行人道上面 来撒草 也可以用的 只能给它塌在脚下用 那第二点呢 说基督徒在这个要明白 当我们失去了这个味道 我们不能够向 向盐来 作为这个事 在这事上影响力 已经没有这个影响力了 这没有影响力 那是怎么回事 给人家踩 是一回事 当我们在生活 人家看到我们 你是这个基督徒 怎么也是这个样子 而变成一个反的方向的 一个见证 所以不能使到主的光 从我们身上发出来 第三点呢 我们讲 我不知道你如何了 但是我不想做一个 没有用的工具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这个工具 锤子没有榔头在上面 那是 那是锤子有什么用处呢 或者是螺丝刀 前面的口 全部平掉了 或者是全部都失去工作的时候 那是有什么用处呢 今天我们要做为主 我们神的一个工具 我们其实要维持 我们的味道 还可以做 真正可以做 有影响力的 一个孩子 在这 在这世上 那上帝在这个 今天在这个地方呢 他希望我们是 可以做一个 成为一个 做一个基督徒呢 是可以为神而荣耀的 今天我要让你考虑一下 当你今天晚上回去 会考虑到你生命 你能说实话 你的生活 是像这世上的言吗 现在神有巨大的需要 需要每一个属神的孩子 在这辈子呢 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已经可以看够了 谎言 欺骗软弱 这是我们看够了 我们所需要的 是这世界是有进化的 保护的 渗透的 美观的 促进的 使主能使用我们的生活 和见证来荣耀他 上帝帮助我们 作为一个 很闲的一位基督徒 谢谢 非常谢谢 斯宏的分享 特别他对这个 盐的分析 非常的深入 分析了盐的功能 七八样 盐使人健康 盐能够有 带来维生丰富 防腐 调味 清洁 渗透能力 盐也是一个 利润的盐 所以很深入的 这个对盐功能的分析 那么也很多的 这个对盐的这种的 背景的查考 特别他对这个 盐没有味道 就丢在地上 变成大 这个的背景 这个没有味道的盐 只能够好像 铺在地上 来防止这个离灵 所以这些都是表示 他对这个 背景的研究 质疑的研究 做了很深入的功夫 但是唯一可惜就是 按照我们经文师的标准 你就发现 他有主题 作严 或者说 基督徒誓言 但是没有办法 用节节圣经 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能够围绕着这个 中心思想 讲出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取材这段经文呢 不容易做经文师讲道 我在下面一直帮你思想 怎么能够用节节经文呢 做一个经文师的讲道 我想来想去呢 唯一比较容易的 可能做到是一个经文师的结构呢 或许你的题目呢 有两个可能性 就是 是 与不是 那听起来很吸引人 是与不是 今天我们每个基督 应该是什么 是言 所以第一个分题就是 基督徒 作严 的 荣耀 或者说 基督徒 是 严 的荣耀 我们是 本来就是 我们的生命 神付给我们的 本来就是严 然后你就 把这个荣耀 七方面的功能 荣耀 意义说明 要引用到 我们基督 能够有防腐的作用 能够有丰富的作用 有调味的作用 application 然后 再回到节目经文里面 你要回到节目经文里面 要讲第二个重点 不是 盐的可怜 包括你刚才所分析了 这个盐 在古代 这个盐矿 不是纯盐 所以这个盐矿 会失去盐的味道的 剩下一个矿 没有用 一块石头 不是pure sodium chloride 所以 只有丢在地上 来防堵 离灵 便宜 踩 然后你就在这个角度 来说明 不是盐的可怜 今天为什么教会 那么可怜 基督那么软弱 那么可怜 被诗人轻看 被诗人逼迫 不是被诗人去警仰 原因在哪里 我们要 作言 誓言 还是 不誓言 所以 假如你要满足 这个经文式的结构 可能你要从 这个角度去重新分析 誓言 基督誓言的荣耀 基督不是言 的可怜 你发现了 你的那个subtopic 是要围绕到 这段经文 里面的主题 誓言 这是我要的 你不能 你第一个topic 就讲这个 言的七大功能 然后更多就 也讲这个基图的 七大功能 就是说 不能consistent link to the main thing 我要的就是 这种的组织 经文的组织 结构 这样 弟兄姊妹听起来 就很清楚了 是与不适 对不对 我是什么 Who am I 假如不是言的话 我会遭遇到什么可怜 你如果引用以色列 被掳 种种的遭遇 本来神要用以色列 成为万民的光 结果他们没有做光 没有作严 他们的遭遇 他们的可怜 然后你也能引用一些的基图 他们失去圣洁的这个言 结果他们 堕落 种种的失败 一些例子 但你的结构 一定要 connect to the main thing 所以试试看回去 重新reorganize 这段经文 或许呢 你会extend你的经文 到两节圣经 十三节到十四节 因为通常呢 除非你是很高干 否则呢 通常是会用这两节圣经 十三跟十四 做言 跟做光 to enrich 你的subtopic 做誓言的功能 然后 不是言 的可怜 然后 做光的荣耀 假如你不做光 你的情况 就比较可以 丰富一点 但是 其实用一节也可以 但是 就是 要 更深入地去 去思想 所以回去 rewrite 你的整个的sermon 然后 再email给我 所以盼望 同学 操练之前 把你的 sermon 结构 先email给我 免得 来一个大风吹 整个改掉 这个 今天的经文 内容很丰富 但是不是我要的 不是真正达到那个经文师的那个果效 重新去reorganize 所以 好 我们还有几分钟 看看同学有什么的意见 今天的经文是 介乎专题师跟经文师中间 但是还没有达到 我们的标准 一定要 一定要 以那个中心主题来develop 好 有没有什么的 David Wong HS 或者你送给安琪 我们神学那个也可以 可以直接送给我 在Gmail 叫David Wong HS Harvard Seminary 但是 施红的整个的内容是很丰富 他做了很多的research 好 有没有其他的提醒跟补充 最起码他那个字意就解释得很清楚 对 他的字意各方面做得很好的research 对 OK 因为很多东西还是真的是需要累积 对 没办法 特别他对那个Solarium的这个字的研究 这个是很重要的 拉丁文的一个研究 好 我也是觉得他那个盐很丰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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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着听着就想吃那个盐 然后 我真的思想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实用性 就是说 其实我们基督徒听这段经文的时候 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 怎么样才是盐 怎么样才不失去盐味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要怎么样 这个 这个 我觉得 如果能够有一些就 更清晰的话 就是 大家会得到一个执意 所以 方方提到第三个很重要 可以在我们的第三个subtopic里面 不是盐的可怜 第三 如何 不要失去盐味 所以可以从这三个topic里面去思想 给他 我从下来很多功夫 后面查了很多的资料 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感觉到是他有点太紧张了 对 内容 在就是 讲的过程当中 不是特别的书 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 他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后 要真的就是 在 他这种结构要在脑子里面 就是说形成一种比较 凶有成竹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时候讲的时候比较自然一点 就是不是中间不是停停的那种 比较乱 对 给人感觉凌乱的那种 我觉得那个 就是他有几个很明显的优点 就是他挖得很深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做了很好的准备 因为现在我觉得有时候 一些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 不好预备就上讲台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但是这个汪蒂熊 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还有他引用经文非常恰当 这是他的一些优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 自始日中没有祷告 所以你如果这样 信徒会对你有一种误解 甚至会影响 他对你的一种印象 那想这传道人 怎么就会讲不祷告啊 真的 你一旦给信徒留下这种印象的时候 你在扭转就不太不太容易 还有我就觉得 他这个知识性很强 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 情感的带动性 还有那种圣灵的工作 这方面就好像 就是比如说 对我们内心的这种触动 好像还需要更提高一些 当然我这样要求可能比较高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知识性强 再加上那种情感的投入和带动圣灵的工作 这个道就切实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改变了 否则我们只是听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且不能带动我们更好的去悔改 很好 对 来 感谢主 我觉得弟兄准备非常丰富 我这边领受非常的好 就是特别是touch我的就是讲到那个蝸牛 那个蝸牛呢 他所引设出来的让我知道说 是我们是世上的盐 那么盐是要主动的去像光一样去照亮别人 盐也是要主动的去爱别人 那么你被人家爱到了就这个盐就发挥它的功能了 那么这个盐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好像他所提出来的蝸牛 如果没有这个壳的话呢 它就很容易被盐 就是就产生它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伤害 可是若是这蝸牛好像引申到是耶稣基督的保护 它的保险 我们是靠着它来荣耀它的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里面为神做见证 还好 还好的亮光 好 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我们还有两三分钟 没有了 没有时间了 还有没有特别有感动的 我觉得他这个只讲了盐 我觉得还不是说很好 因为他这个经文其实是三节经文连到一起的 盐 还有光 还有灯 其实这三节经文是密不可分的 他其实主要讲的都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如果你只讲盐呢 就好像三个钉只有一脚 如果你三个都讲呢 就觉得你如果能把一个主题就支撑得很好 但是他讲的一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他前面如果能把三个点都锁定住 后面也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他后面可能很难展开 如果后面再展开一些就是过往圣徒的一些例子 像德兰修女 像一些那种真的是能照亮世人的那种 例子我相信会给会众非常大的鼓舞 在生活中去活出盐和光来照亮这个世人 大概就是这样 同学很好的提醒 能够把十三节 十四节 十五节连光的 最少两个重点 这个盐跟光 光跟灯是同一个东西 但最少能够把它包在里面 可能就更丰富 那么我们预备超年讲到的同学要注意 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 我们的重点也不是要带来一定很大的一个影响跟果效 所以我们比较在时间上跟内容上 很难太多一些的例子跟生命的见证 但是你可以短短的去带出来 但是我要的是看到你的结构 能够主题 分题 第二分题 第三分题 都是经文师的处理方式 这是我要的 然后在里面每一个分题 有些的定义 说明 应用 或者短短的例子就够了 因为我们的确在二十几分钟里面 很难太多生命的见证跟例子 但是我们这个操练 操练什么 你知道怎么样去写经文师的奖章 就是我要的 以后再来操练的 希望你就可以进到解经式的奖章 我希望下次操练的同学能够用四节跟五节 用经文师的操练 抓到main theme 然后每一个分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主题 不同的面来做说明 好不好 不然的话你讲完了 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你要回去重新预备 否则你这个奖章没有办法交上来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 基本上我要求你们要交两个奖章 你们讲过的 或者说没有讲过的 一个是经文式的 用一节到两节圣经 做一个经文式的奖章 交上来 我要看你的结构 重点 第二 教一个解经式的奖章 其实我们这个学习 这个assignment的要求 当然我们指定的课本也要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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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